在过去的2023年,全国各地相继推出了大量旧市政策,成为楼市关注的焦点。楼市经历了复苏的迹象,但也伴随着开发商和房产中介的炒作声音。 房地产政策的优化、首付比例的降低以及房贷利率的下调为楼市创造了有利条件,尽管开发商采取降价促销策略来缓解资金压力。 然而,房地产行业仍面临库存积压和资金链紧张的难题,一些房企甚至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。 随着2024年的到来,社会普遍存在对房价下跌可能性的担忧,这引发了对未来的深刻思考。 民众的收入缩减,失业率飙升,房屋断供问题逐渐显现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,引发了人们对社会经济的担忧。 与此同时,一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岳进表示,近期一线城市限购政策的松绑预示着2024年购房政策可能进一步宽松,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。 在这个背景下,房地产市场正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和挑战。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波动,不仅房地产行业本身受到冲击,与之紧密相连的建筑、装修、家居销售等行业也遭受沉重打击。 房价下跌导致这些行业业务萎缩,许多从业人员失业。 根据统计,失业率的上升不仅影响了个人及家庭的经济状况,更在社会中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。 房价下跌还打击了人们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,导致交易量急剧下降,进一步影响金融、法律服务等行业。 随着房价下跌,大量房屋陷入断供危机,法拍房的数量也呈现明显增长。 这对那些通过贷款购房的家庭来说,意味着资产价值的下降,房产被拍卖的现象进一步拉低了市场房价。 这种连锁反应使得房地产市场陷入了恶性循环,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更大的压力。 与此同时,一居研究院研究总监闫月进接受采访时表示,前述的一线城市限购政策的松绑,表明政府在进一步支持合理住房消费需求方面有所行动。 他指出,政策的松绑释放了积极的信号,为购房者提供更多选择机会。 严月进还强调,过去两年房价的积极调整使得购房性价比明显提高,这也成为当前购房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然而,他也呼吁购房者关注市场的不断变化、理性分析和预判,以更精准地做出购房决策。 在这一背景下,对于房地产市场未来的走势和政策调整,购房者和业界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期待。 在严峻的房地产市场形势下,一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月进通过2月13日的采访,对房市现状进行了深刻解读。 严月进指出,近期的热搜话题专家称,今年买房性价比更高反映出社会对购房问题的普遍关注。 他认为,这一热点话题背后体现了老百姓对房地产市场的关切,以及对房价降低的期望。 他解释称,随着2023年房价的调整,整体上房价虚高的现象得到了抑制,购房的性价比有所提高,或者说买贵的可能性明显减少。 他还提到,各大开发商在积极推出一些好房源,其中一些甚至提到保交付的概念,使得购房者有更多选择和机会。 对于2024年购房政策,他预测将进一步宽松,尤其是一线城市限购政策的松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,释放出对合理住房消费需求的政策支持。 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的讨论,许多网友表达了对购房市场的疑虑,同时也有人对此表示期待和乐观。 然而,严阅进也提醒市民和购房者,对于买房的性价比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不同,市场在不断变化,关注市场,提前分析预判是做出理性精准决策的关键。 他表示,去年起到今年初,各级各地出台了众多房地产市场政策,这些政策的效果需要逐渐释放,购房者需要密切关注市场政策的新情况。 他对一线城市限购政策的松绑持积极态度,认为政策的精准施策是对房地产市场积极的信号。 然而,他也明确指出,购房者在面对市场变化时需要保持理性,根据个人情况和市场走势做出明智的选择。 这一专家观点,为购房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思考方向,同时也为房地产市场的未来走势投下一片光明的希望。 在严月进的专业解读之下,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和政策调整产生了更加明确的展望。 他强调,今年是政策发力和效应释放的大年,而一线城市相继放宽限购政策被认为是释放的积极信号之一。 严月进表示,政策会根据房地产市场的实际运行状况进行调整,购房者需要根据季度来研判市场政策的新动向。 他认为,一线城市限购政策的松绑是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精准施策的体现,正是出于对合理住房消费需求的支持。 对于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变化,他表达了希望农年房地产市场能够筑底回稳的期望。 如果市场能够稳步恢复,政策力度达到预期,将对购房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机会。 然而,他也强调了购房者需要关注市场变化,理性分析和预判,以更加精准地做出购房决策。 整体而言,严月进的观点为购房者提供了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清晰认识, 同时也引导他们在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时保持冷静、理性的态度。 这样的专业解读不仅为购房者提供了参考, 也为政府制定未来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。 在房地产市场继续面临挑战的情况下, 政府和购房者共同努力,才能推动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稳健发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